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米大浪袭来 船都要被打烂了 下午我们也出海了 但回来的时候大风大雨 好像后天急事赶 想想真是后怕 赵小婷是河南人 今年24岁 这次是带着家人来普及岛度假 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按照旅游行程安排 昨天下午他和家人一起出了海 下午出海时 海面上寒风平浪静 一切正常 只不过当时天气有些阴沉 没有浪没有风 我们也没太在意 而且上船时 船上有导游 有水手 救生衣也极全 所以没想太多 他回忆说 大约四点半的时候 当时我们刚刚上岸 突然变天了 狂风暴雨 海水风雨扑面而来 岸边有的船都像要被打烂了一样 差点翻了 风大浪急 打过来的浪都有三米多高 就像是电影后天里的场景一样 我们都被吓得不行 和家人互相抱着 赶紧回了酒店 赵小婷说 幸亏回得及时 所以没出事 他感慨 就像经历了一场浩劫 当时把家人抱得好紧 现在泰国正知梅雨季 出海真的是风险参百 事后想想 梅雨季海岛最好别去 真不能这么盲目 并且不管坐什么船 一定一定要穿救生衣 事件 在133人船只海上倾覆巨央视报道 5日下午 泰国警方通报 两艘载有中国游客的游船 分别在普吉府珊瑚岛和梅桐岛发生翻船事故 两艘船上共有133名游客 泰方正全力搜救 经了解 当地政府已多次发布风浪提醒 游船在风高浪急期间依然出海 具体原因正待查 两艘船上大部分中国游客 唯一日游自由行游客 及国内某公司职员和家属 截至5日晚8时30分 两艘船上大部分游客均已获救 无死亡报道 有4名游客在医院救治 均为擦伤 但泰方尚不能确认全部游客亦获救 中国驻送卡从领馆 以启动应急机制 紧急联系泰当地政府 水警和海军等相关部门 敦促对方全力救助 并将密切跟踪相关情况 全力为中国游客提供协助 图片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新京报编辑 注解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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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